大家好 还是这个背景 我还把车停在这里 我只是因为把车停在路边 录了个视频 因为不着急去业主家里 因为买材料去了 去找了也没什么用 我也干不了 所以就把车停在路边录个节目 录完节目以后 电瓶没电了 这是阿民开车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遇到电瓶没电 启动不了这个情况 然后慌忙去问一下 Jordan怎么弄 Jordan说 Jordan过来救我 然后他说三个小时以后 他说你可以找一下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有一个免费的服务 我一查 美国的保险公司 就有一种叫什么 Roadside Assistance 路边救援服务 是免费的 我得赶紧去找我的资料 去找我的保险公司的联系方式 结果令我震惊的发现 我居然车没有买保险 我当时我记得卖车给我的人 我记得他帮我联系的保险公司是本土的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情节 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是买了保险的 但是现在是证明几个月以来 我居然这个车是没有保险的裸奔的状态 然后现在还剩一个办法 就是我在路边写一个help 乃德纸写一个help 以这个淳朴乐意助人的美国人的精神 他们肯定会停下来帮我 但是阿明有一个执念 有个执着 就是我很不喜欢麻烦人 我真的很不喜欢麻烦人 我麻烦人 我就觉得我开不了口 不好意思 别人又让她的时间来帮我 我还欠别人一个人情 我心里这个坎过不去 我宁愿让自己受罪 宁愿让自己深深的进入这个教训 让自己受点苦 我也不想去路边写个help 去张嘴求人 这是我的一个性格上的一个问题 所以既然如此 我就安心的等待 Jordan过来救我吧 幸好车上备了点干粮 一些吃的喝的都有 所以中午应该是可以对付过去 我想做个节目聊一聊阿明最近的 我今天晚上起床的时候 我又感觉到了一丝恐惧 是的 我在想我是不是用恐惧这个词 还是用担忧这个词 还是什么来形容 我想说恐惧 真的这个词是可以准确形容我的心情了 什么恐惧呢 是那种我之前劳心劳费伤神的一种东西 可能会卷土重来的一种恐惧 如我的视频里所提到的 因为阿明不再招募合伙人 有一些人也离开了 但是现在手里还是有三四号人 有一些人已经离开了 然后呢 我也不招合伙人了 我也不再许诺什么愿景 因为阿明被我自己的理想主义的情怀 拖累了很多 所以我不但要亲自做事情 就劳力 我还要劳心 就是我还要时刻活在一种恐惧中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出乱子 什么人要让我去擦屁股 什么项目的业主要去催我 说我没做好 我的进度慢 我整天活在一种未知的恐惧中 然后呢 因为我把这个恐惧结束了 最近虽然忙 我是身体上比较忙 劳力 但不劳心 总体上 我昨天还跟我老婆讲 总体上 我还是偏向于六七十分 就是我的心情觉得 这段时间我活得没有那么累 心累 但是呢 最近又有一些人明知道我不招人 但是呢 他还是非常努力的争取 想要加入我 而且我从他们身上也似乎看到了一点和以往的人 想加入我不同的地方 于是我犹豫 于是我纠结 于是我说 那我们还是给彼此一个机会吧 万一你就是那个我要的人 或者我就是真正的那个你要的人呢 就好像我举几个宏观的大例子 大言不长的举几个例子 就好像 刘备遇到诸葛亮 是吧 就类似于这样 互相觉得找到了一个重要的人 万一是这样子的呢 是不是 所以我还是因为理想主义的驱动 抱着一丝残存的侥幸心理 又接受了 到目前为止 接受了两个人的加入 所以我对这两个人的加入 我是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因为就好像 就好像刘备用的诸葛亮 刚开始的时候 他也很担心住过来可能不靠谱的 因为不靠谱的话 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怎么样 或者一个人的德性怎么样 品行怎么样 说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得时间去证明 所以我又活在了一种恐惧中 我很担心 害怕 未来我又重蹈覆辙 又招了一堆没什么用的人 然后起不了什么作用 还惹一声骚 他说阿民这个人很苛刻 阿民这个人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乱扣工资怎么怎么的 我还惹一声骚 对不是 你这些能力不行做不了 什么事情 我还这个那个那个 真的没有必要 我别人是名利双收 我是名利都不双收 又劳心 还有劳费 还讨了一个坏名声 说实话 真的是要成就一个什么理想 什么情怀 是需要得力的人去帮的 帮手的综合素质是需要 他又有能力 又有担当 又有这个 又有那个 那才能跟你一起做一个事业 不然没用 只会劳累 所以我录个视频 我想说 还是给对方一个机会 也给我最后一个死心的机会 最后一次 我虽然现在又 又又捡回了那个恐惧 但是 我能承受这些东西 就让我再承受一次 万一他们能够担起东西 我们说不定一起 还能够做一点事情 说不定又能重燃我的希望 我说了 我把这个装修的事业 从course变成了career 我只想安安心心的 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我不想再把事业做大了 累 累啊 人生如白居过细 是吧 苟且势志 何苦他求啊 但是现在又有人想加入我 说 你可以做大事 那我来帮你 那我是直接拒绝吗 直接拒绝 其实不符合我内心深处的 想做一点事情的理想 主义情怀啊 总体而言 其实我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 我不是一个现实派啊 所以就让我再操心一会儿 恐惧一会儿啊 再走走看啊 如果行 也许我的希望又能够一次 一点一点一滴的点燃 如果不行 那就我得告诉我的观众朋友们 算了啊 真的不要再打扰我了 我只想开开心心的在美国做事情啊 又不是没钱赚啊 又不是会穷死 又不是会惨死 或者可怜死 可悲死 唇死 笨死 懒死 阿民都不属于这样的人啊 阿民依然在美国可以过得还算开心 因为理想其实有很多很多个方式啊 在自由世界 理想你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家 你可以成为一个政治家 你可以成为一个企业家 你可以成为一个这个家 那个家 农场主都可以的啊 人生理想 最可悲的莫过于你只有一个理想啊 如果你这个不行 东边不行 东边不亮 西边亮 是不是 就是有心摘花花不开 无一插柳 柳排成阴呢 也未尝不可啊 所以阿民并不是说 一定要一条路走到黑的啊 实现这个理想 当然如果有人能够跟我一起实现一个很好的理想 那我也是很开心的一个事情 但是如果没有 也没有关系啊 所以说 我得给我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啊 阿民给自己最后一个机会 也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有人说 你又没认识我 你怎么知道我是那些人 我是那些令你失望的人呢 万一我 我又吃苦耐劳 我又能做事 我还能把握细节 我也想 我也想成就事业 我想跟人在一起上班 不想跟那些文革余孽 文革余孽上班 不想跟那些自干我一起共事 你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也许我可以呢 是啊 也许你真的可以呢 那我为什么要放弃呢 是吧 所以我最后一次 再试一次啊 再试一次 如果再不行 就算后面还有人说 我他妈就是诸葛亮 江上江太公 你就没遇到我 我也不想遇到了 因为一股做气 再而衰 三而解 就算后面还有什么 这个很厉害的人啊 我也算了 因为人生真的经不起折腾啊 我也不想再折腾了 累 真的 我不想做个事业 还带着恐惧的心来做 我觉得真的没必要 因为安民还可以做很多其他事情 所以我录个视频想说一下啊 现有的伙计们啊 现有的伙伴们啊 咱们只有把每天的事情做好 用今天来铺垫明天啊 用这一周的工作的完成来铺垫下一周 用这个月来铺垫下个月 用今年来铺垫明年 我们再来谈更远的东西 如果你们事情又没有做好 我只能说我们只能塞又那拉了啊 然后呢 大家各自安好 在美国 你能活成什么样子 是你的事情 我能活成什么样子 是我的事情 大家不要再互相打扰了 不要不要再互相画饼啊 互相画一些一些 遥不可及的情怀啊 太累了 拿不动 真的拿不动 拿不动